接下來我要介紹在吉他的課程裡很常用到的圖形 叫做紙板的圖 這個紙板的圖有直的跟橫的兩種 我現在多畫給大家看 我首先畫六條直線 這六條直線會代表吉他的六根弦 上面畫兩條橫線 這兩條橫線代表的是上弦枕 就是靠近琴頭那個方向白白的那個 那一塊 通常是白色的啦 上弦枕 如果是比照吉他你把它放在你面前 這一個是琴頭的位置 這個方向是琴頭 你會看到上面有一些旋鈕 一共有六顆 那我現在指的 筆尖指的這一根弦就會是 這條線代表的那根弦就會是最細的弦 這根弦叫做第一弦 那最左邊的這一根 我的筆尖指的這一根弦是 最粗的那根弦 這根弦是第六弦 所以移序 從右邊往左邊看 這個是第一弦 這是第二弦 第三弦 第四弦 第五弦 另外一種畫法 是畫成橫的 那吉他的琴頭就是往這個方向 那吉他的琴頭就是往這個方向 這個彈法有一點 這個畫法有一點像是 你把吉他 橫放在你面前 面朝上 你會看到 最粗的那根弦 就是在我的筆尖 所指的這個位置 這就是第六弦 一樣 依序往上 這是第五弦 再來是第四 第三 第二 跟第一 選 再來是第四 雙方 三 三 四 谢谢观看